哈囉大家好 我是橘肉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世界各國有哪些奇怪的賣淫法律呢 性交易在哪個國家又是合法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在台灣性交易是合法的喔 只要你在政府設立的性交易專區就沒有問題 但是很遺憾的告訴大家 目前政府未設置性交易專區 MOTHERFUCKER 那香港的性交易算是有條件的合法 因為只准以一樓一封的方式來做生意 有點像是大學宿舍裡面的套房 但是每間套房前面都有家務表 小姐不能在公共場合拉客 至於法國的性交易法律 我實在是有看沒有懂 聽好囉 賣淫合法 開設妓院犯法 皮條課合法 公然拉課犯法 誰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這個人實在太純潔了 丹麥也是合法的 合法到政府甚至幫你出錢 讓有性功能障礙的男性 可以免費的去嫖妓重振雄風 OMG等我一下 喂 對對對 馬上幫我訂一張今晚去丹麥的機票 對對對 你不用管那麼多 訂就對了 單程的 單程的喔 講到這邊我們先快速的學習一下 五個跟性交易有關的英文 第一個就是性交易 Prostitution 第二個就是妓女 Prostitute 或是Hooker 第三個就是皮條課 Pimp 第四個就是拉克這個動作 Soliciting 第五個就是妓院 Brother 在美國只有一個州 就是內華達州 可以合法的進行性交易 但是在內華達州裡面的拉斯維加斯 卻是非法的喔 那住在其他州的人下面養起的話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 美國政府為了要補償他們 當初殺了太多印第安人 還把他們趕到山上 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所以各州都有設置所謂的印第安人專區 所以在專區裡的人呢 就可以合法的在非法的地區從事性交易 對色情產業非常保守的 新加坡性交易竟然是合法的耶 但是呢 全權由新加坡政府來管控 而且呢 規定只准在 雅龍 Galon這個地方 其他一律禁止 至於全世界最受歡迎的 一片輸出國 日本 這個國家的性交易竟然是 非法的 但是呢 日本政府目前完全沒有任何 有關於賣淫和嫖客的處罰條例 換句話來說呢 性交易是犯法的 但是呢 就算被抓到了 你也不能拿我怎樣 那在荷蘭呢 有兩樣東西是完全合法的 一個就是賣淫 一個就是吸食大麻 換句話來說呢 你可以在這個國家一邊打炮一邊抽大麻 真的是 太好吃啦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德國 這個國家的性交易也是合法的 除了要繳稅之外呢 這些性工作者還想要 勞健保 福利金 重點是還有退休金 媽的 比我現在的工作還好耶 再等我一下 喂喂喂 嘿 對對對 丹麥不用去了 對對對 明天幫我約那個李醫生 嘿嘿嘿 就是那個專門動背系手術那個 對對對 我現在又要去德國 這次的這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蒟蒻 謝謝收看 想學習更多英文嗎 記得要按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蒟蒻的英文教室 我們下次見